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到欢迎新闻来关心地方 为特别穿学院来国中修学的设备以及各行设施 立法委员劳建国在11号这天 是特别邀请教育部国教室以及体育室的官员 整容年美国秀、仁华国秀、文兴国秀以及五处国秀来进行会讯 希望就处来实质了解学校的诉求 将这劳股的设施来泰华条提升教学的品质 特别养年美国秀来这些游乐设施都已经非常劳固 和上头下游户接触在严重影响到学生的设施安全 这次留意劳建国也特别邀请教育部国教室以及体育室 来到现场进行会讯的工作 今天我们来有看到了联美国小有关游戏器材 大概就是相关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这些都会把相关的 今天实际看的相关的结果都会呈报给我们书里面的长官 那我们会争取经费来协助这样子 来到任何国秀也出现相关的状况 学生驾驶使用的救党因为年旧事修也出现这么多必须 头下游户所在露击米油股爆出来 加上摆水的不良影响到学生使用的安全 今天来看了这个篮球场地的确在安全上还有使用上 的确这个使用的年代也很久远了 然后我们后续会请我们的辅导团的专家来协助学校 看看这个场地怎么样可以改善的符合他们的需求而且安全 那后续我们在经费上就来协助我们学校来整形这个场地 头下10个的会训练做立委老警官表示这样才能够了解 好好最需要的需求 他能够来充分中主委来做调配 有的是针对操场也有针对排水的问题 那也都可以趁今天下这场大雨好好来检视 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那也让这个教育部还有县武的教育处的官员了解到 可能有时候提报计划并没有现场去了解 可能有显著的这样的落差 那如果今天透过这样的豪雨 可以显现出来说积水的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这种解决方式 甚至也可以得到这个经费的分配比较优先来做处理 无关系老区的优势息 还有这些是中队的破顺 这些都严重影响到核心在郝恒来的生活安全 郝恒也真希望透过这次会更加重 可以看坚持对郝恒的环境做出改善 记者同意参谱报道 所以我们在这些误会认为 我们在这些误会认为 可以看坚持对郝恒出的 这些误会认为